这一期呢,当然还是去体验男主的生活了 业绩去搭分打个人的世界,感受一下啥叫七云加深 上一期呢,在解决完仇敌户部侍郎后 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许清安被吸收进了打个人衙门 成为了一个有事业编制的铜锣 并且在考课中得到了惊人的奖上,天赋绝佳 直接成为了打个人衙门重点的培养对象 不过呢,刚一上任,都还没签合同呢,我就来了 在太康信地界,出现了吃人的妖物 当地组织了几次围剿,不仅没成功,还损兵折将 没办法,只能上班到朝廷,请求增援 嗨,许清安这他妈要出事了,国家到底赔不赔啊 总之呢,打个人和不快空六人一起前往太康县处理此事 经过初步的调查,许清安发现这并不是单纯的野生妖兽作乱 而是这妖物在有意识地驱赶百姓 并且众人还在妖物所在的山中,发现了失藏着的销矿石 作为活药的主要成分之一,这是绝对的违禁物品 发现这种秘密,那两边肯定得死一个 妖兽也不会放任他们离开 不过好在,许清安他们人多,妖兽脑子又笨 欺负傻子谁不会啊,一刀一刀磨死了他 虽然众人受了点伤,但还是成功宰掉了他,完成了任务 讲道理,这家伙的尸体应该能败不少钱吧 将具体情况上报给迎落后,因为涉及的妖族 所以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已经不是许清安他们能够参与的了 于是他干脆请了几天病假 除了去跟福湘姑娘玩耍,就是躺在家里补教 而这次,许清安莫名的惊喜 偶然得到的玉石小镜上浮现了一行小字 九,你在哪里,这咋的还开震动了呢 作为一个古代版本的QQ呢 它的功能是相当的垃圾 不能发表情包这一条呢,在我心里就已经死 而且用户总量只有惊人的九个,死一个换一个 合着来个新人还得把老人送走 九号试图约使圈见面,并且给出了优厚的报酬 试图换回玉石小镜 但同时,六号又极力阻止一件事情 作为天地会的一员,他直说 九号就他妈绝对是坏人 是已经被玩坏的地宗弟子 如果不是,我死全家 这波直接贴脸报身份,有点影响游戏体验呢 虽然是快乐二选一 但许清安表示,选个锤子选 我一个有编制的人,能跟你闹着玩吗 一切听组织安排 直接将发生的一切,包括给了打个人的首领,魏公 作为打个人世界中永远的神 魏公知道,那件事情基本上就已经吻了 果然,在地宗金莲盗人和打个人的双重伏击之下 陷入魔道的九号成功生死盗销 顶和饭了 在报备后呢,许清安也就正式被吸收进了天地会 在群主同意后 进入了这个逆宁的聊天群 成为了魏公的一双眼睛 既然已经成为了心腹 那自然也有着相对应的待遇 绝学必不可少 许清安决定当一回一拳操人 找了本一招制敌的功法 号称可以砍断天地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技能 嗯,砍就完了 当晚呢,在城内执行的时候出事 轩贵平远博被人杀了 而轩手正是聊天群中的六号 和尚 在寻找失踪的师弟时 他意外发现了一个贩卖人口的组织 而这一切幕后的主使 就是平远博 出于义愤 和尚杀死了他 好在呢,许清安就在附近 通过一系列的操作 成功保下了六号 但在救人的同时呢 他直接把一切的来龙去脉 都汇报给了魏公 而这呢,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信任 这一日呢,又到了和四天间约定的教学时间 凭借一手初中化学精选 许清安成功在四天间的白衣心中 留下了大男的形象 那我就上过高中的过去 岂不是天下无敌 并且坚政 亲自赠送了他一把刀 这是重点,要考的 不过悠哉的日常并没有过得太久 这一天呢,许清安在巡查时 刚好遇到捕头犯案 在三水街发生了一起命案 正好是他的辖区 来到现场呢,经过初步的调查 这应该是熟人作案 并且一击致命 只是因为死者的身份 是一名守卫城门的金无卫小机关 他的死牵涉到很多 而且正好赶上皇族的祭祖活动 怎么小心都不过分 但走访一圈后 并没有找到明显的破绽 只能暂时搁置 第二天,祭祖大典还是按照计划之中的进行了 作为守卫的许清安 被安排在桑婆湖的附近警戒 为首的原警帝 带着文武百官 高达上百人队伍 进行着祭天的仪式 但许清安却在祭祀乐曲中 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 救救我,救救我 而别人对此却毫无反应 许清安不得已 只能去一时小金座的匿名摇天群 寻找桑婆的真相 真相还未得到 许清安却被这个不断接近的声音 逼得失去了理智 就在他咆哮出声的瞬间 涌正山河庙扎 一道剑气冲天而起 引得整个桑婆沸腾 但好在 并没有人把他和这些异众联系在一起 在确认没有资格后 原警帝宣布 大典继续进行 最后的一切总算是顺利的结束 不过上班嘛 事情永远都干不完 哪怕在一时节也是这样 许清安这回接了一个超加的人物 而对象是原户部师郎的手下 在政治斗争失败后 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不过带队的银罗非常不喜欢许清安 作为原本系统里最被看好的新人 自从男主的出现 就夺走了他这个称号 并且他爸还是堂堂的金罗 这不能忍 于是生这个机会 他使出各种贩子 想要逼着许清安出手 按照规矩 低级别向高级别出手 就是死罪 诶 但这家伙真的不是在找死吗 这还不够 我的足够的四季 他还抓了个十三四岁的女军 当众羞武 这真的戳到了许清安的点 人无可忍之下 使出了绝技 只用了一刀 就将他砍成了重伤 果然哪怕有后遗症 但是一刀秒人真的很帅 不过这次一切是真的闹大 哪怕资质其家 但男主所犯的事情 是白纸黑色的规矩 如果有任何的偏袒 将会彻底爆坏魏公的威信 这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也只能判发 在七日之后的蔡氏口 将许清安斩首失踪 不过呢 本来魏公就舍不得他死 并且另一边 许清安也是有很多高层背景的嘛 刚好晚上 在用正三号庙中 发生了惊人的爆炸 死伤无数 这种祖宗爆炸的事情 传开之后 整个金城上下人心惶惶 怎么就炸了呢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袁洁洁要求打个人牙们 在半个月内查出真相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边 在唐帝许清年求情后 并且本身就是聊天群艺员的长公主 也趁着这个机会 向皇上推荐了破案的人才 险戚半路约 如果能成 那么他就将功赎罪 但怎么感觉男主的功劳 真的都用来赎罪呢 这就是消费主义嘛 贷款花光了自己的功劳 当然了 破案肯定是破案了 但具体细节 和他到底做了什么 那就让我们下期见吧 喜欢的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就对我真的非常